那个Tulip是不是你们家中了 当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的时候 我远方的家北京到了 北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 而不失时尚的繁荣美丽的城市 不但风景优美 还有许多的名胜古迹 随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 新的建筑如春笋般的拔地而起 具有现代化的时尚和高科技的功能 今天我主要展示一下 我生活工作的海淀区 海淀区位于城市的西北边 著名的景点有 义和园 圆明园 香山 还有文明侠尔的高等学府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人民大学等 很多高等院校 眼前这个双螺旋雕塑 就是中关村的标志 这是中关村 中国的硅谷 它象征着生命的双螺旋标志 昭示着中关村不断地向上 永攀高峰的发展轨迹 它象征着中关村生生不息的精神 现在我们打开视频 看一看 新中关村的中国的硅谷的面貌 我们随着琳娜 走上这个天桥 这是一个图面的图面 这是琳娜从中国 欢迎来我的学校 在中关村的最早的技术 中关村 这个立交桥 是通向四面的立交桥 立交桥的南北 是一条主路 北面是清华大学 南面一直通向白石桥 沿路都有着很多著名的商场 机关大学 是一条繁华的路 东面就是中国科学院 各个研究所所在地 很多的科学家 他们都是 很多的科学家专家 他们都是工作生活在这个地方 比如我们知道的 钱学森 华楼庚 陈景韵 当年 他们就是工作生活在这边的 我们随着他 往立交桥的下边走 看一看 新开发的区 沿着这条主路 这条主路是白衣路的主路 这条主路 过去就叫白衣路 过去是一个不是很宽的路 但是上世纪也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的路 想当年 皇帝 从故宫出来的时候 要到义和园 也必须 必须必须 我们会走到这个路 在乡家里的路 就算是一个武器 就像电子 门子 部门子 是一个海电阵 这条主路 是一个海电阵 现在人们再也看不到 武朕的风貌了 and that's another market and most of these markets are now office buildings and there used to be lots of peddlers selling CDs,DVDs by the streets or on the bridge digital markets the facult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如果曾经过去在这里住过的朋友 现在到这里已经找不到过去海淀镇的面貌了 全都是高楼大厦 只能在自己的回忆当中想到过去的样子 这里成了创业的大街 山木楼 写字楼 购物中心 超市 还有各种 各种街头 迎刃而起 给这里带来了一片繁荣 当年这一片全都是海淀区的海淀镇 这里有很多大的商店 商场购物 非常方便 我们拐到这边去 就是一个步行街 这是海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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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个街里边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没有多少人拍照的时间 也许是找到什么时间 不知道这么清静 但实际上这边是非常热闹的 这边的地方就是一个超市 很大的一个地下超市 加勒福超市 从这边绕过去 就是当年的海淀镇的全部 现在已经变成了高科技园区 And here is a pedestrian street and another shopping mall and it's connected with a square 中关村原来是电子一条街 是中国第一个国家高级技术产业的开发区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示范区 第一个国家及人才聚集的区 It's a nice day and the flowers look bright in the windy sunshine 北京大学为代表的 等高等院校 局局人才最多的地方 今天这里变成了 中国的硅谷 这就是海淀镇的改变 我们看到这里了 我们就再去看看 那个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 我现在北京 前面是北京的清华大学 我带大家转一下 这个清华大学是需要预约的 只有周六和周日可以开发 通过微信公众号预约 你预约好了之后 需要从这个西门进 这是西门 这个大学有好多门 是早上9点 清华大学是美国退还的部分 庚子赔款的 庚子赔款建设的 10点到现在进去 你只能 你要线上约就约不上了 就是走进来了 还有个雕塑写着贵云 行 刚才遇到个粉丝 和他一起合了张照 他这个你约好之后 他在上面有推荐的游览路线图 我会照着这个图走啊 一次经过前面这个园 这个园叫进春园 然后大礼堂 科学馆 清华学堂 二校门 清华新学堂 主楼 然后从东门出去 我就按照这个他推荐的 这个走了 先看这个园 这是进春园 这个亭 旁边还有人练剑 哇哦 这还玩这个的 这个叫枪啊 哇哦 这不错 这就是进春园了 这个地方原先是那个清咸丰的清咸丰皇帝的旧居 然后朱自清的河塘月色就是描写的这里 那上面还有一个亭 那个亭是1982年建的 就是为了纪念朱自清的河塘月色 那个叫河塘月色亭 行 现在继续走 这中间是一个小岛 那个岛通过那个桥可以上去 这是这一面 对面还有人在跳舞呢 跳广场舞 我就不过去看了 好漂亮啊 好多人骑着自行车友 因为这个大学别的 从东门走到西门的话 大约一两千米 这边这个是牡丹园 给大家看一下 后边那个是生物血管 一般大学里有很多学院嘛 每个学院会有一个楼 这就是生物血管正面 哇 今天来参观的还挺多的 哇 这还有鸟啊 这是什么鸟 哇 行 现在绕过这个湖了 这个湖就转完了 哇 这又是一个小花园 这又有一个湖 这地方好多人啊 这么多人来参观 这上面写着 水木清华 是形容园林里 池水花木 清幽美丽 我们都在这照过相 这是大家最喜欢拍照的地方 水木清华 拍个照 都在这拍照呢 哇 哇 这还有一个亭 这个亭叫自清亭 过去这个自清亭 是大礼堂 嗯 嗯 现在到了那个清华大学的中间了 这是主要的参观地方 这个大草坪 周围好多特赛建筑 这个建筑 先给大家看一下 哦 这个是大礼堂 这个大礼堂建于1921年 它下面是方的 上面是圆的 寓意是天元地方 呃 它是有既有罗马式 又有那个希腊式的建筑风格 呃 这个大礼堂边上 这个建筑是水电工程系 呃 这个大礼堂边上 边上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是科学馆 这个建筑建于1917年 呃 这前面就是同方部了 这边还有个小花园 这个小花园好漂亮啊 清华大学 都是老建筑啊 行 现在去同方部 呃 这就是同方部了 这个同方部是欧式风格的建筑 是清华大学最岛的礼堂 这个样子的 呃 同方部后边是清华学堂 就这个建筑 呃 这就是清华学堂 这个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呃 德国风格的建筑 这个样子的 行 这个广场周围的建筑就转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广场超级大 呃 那边是大礼堂 这边是科学馆 科学馆有两个楼啊 然后这边 呃 这个是那个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后边是那个同方部 行 继续转啊 这还有个大顶 这个地方好多人啊 这么多人参观呢 这有讲解的 现在又返回主路了好多学生来参观的前面是清华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叫二校门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行 现在到了 呃 这个门啊 也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 这门叫二校门 建于1909年 原先是清华大学的校门 后来清华大学扩建嘛 就把这个门 呃 扩建到里边了 它是汉白玉风格的建筑 有三个拱门 白玉石砌城 好多人在这拍这玩意儿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要重点看一下 来清华大学都会看这个门的 我以前看过很多清华大学的图片都是这个门 门背后是这样这个样子的 然后看后面建筑 来清华大学的人都会在这拍照的留个纪念 呃 我们看了清华大学后 呃 呃 我带大家到 还是从西门出去 不用乘车 几步之远的地方 就到了 就到了 圆明园 不用坐车 就可以到了 这就是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带大家来逛一下 圆明园的遗址公园 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清华园的那个清华大学的清华西门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这个站以前这个站以前是我这个 上101中学的圆明园的南门 呦 巧遇圣上 哈哈 呵呵呵rob 是不是 公园在同志的时候已经改名叫万春园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牌子上写的还是其春园 这个 他的问题是每次 港里头有200多座桥 这是因为刚才我说到处都是这种卜嘛 然后你看如今这种端孔 这个残桥这叫 现在是这个 颐和园被毁以后 唯一保存至今的一个老石桥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残桥 依然很漂亮 咱这圆明园以前被称为万园之园 就是没有比 你看这也有这种渔园 没有比这 小姑娘说万春园同志时期弄的 但是当时那个万春园至今没有修上 修完整 所以就从来没有启用过这个名字 因此它还叫齐春园 桥树 那边有一个十二生肖艳品展 好多人哗啦哗啦就跟着去了 那都是假的 没什么看头 这个十二生肖 我看到那个那几个头 现在不是已经全被把我连进捋走了 有几个已经被捋回来了 但是现在都不在这放着呢 不让水兜下去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现在哪些池子是后来建的 哪些是原来有的 所以从这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这西洋楼的遗址 这是最高点 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条路 你知道吧 但以前我们学校101就是一个圆一圆明一步 现在我们有时候放水澡了就爬这儿了 以前那儿没拦的 那边都不熟 然后这边已经被树挡住了 是一个迷宫一样的东西 你在这儿也可以看到 然后那边就是一个大水法的意思 等会我们会过去看 这都被挡住了 你看涨价了 10块钱涨到15了 不过学生票还是5块钱一张 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 不是电视剧 就是一纪录片 它还原了 它这个西洋楼的那个样子 特别的漂亮 就有点像以水世界一样的感觉 咱们看那十二生肖瘦手 其实就是当时是喷水的 从那些那个十二生肖的嘴里头喷水的那种 像水龙头那种喷嘴 这地方是一个对昂格鲁仁人增加仇恨感特别好的地方 好 这叫养雀龙遗址 然后这是一个八卦镇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美丽的圆明园就这样被烧毁了 太可惜了 我记得我们当年在好多年前我们到这里 这是一个很好的视频 比较完整的 就是当年和园的经典都看到了 大家看这个视频 不用很辛苦 当年和园这些经典都逛完是很累的 这是佛香阁 这漂亮的石坊 年轻的时候都在这里走过 这是周宁的长廊 鱼和圆长廊 每个雕龙花柱上都是一个小柱 这是一个大西台 这是季孔桥 这是一个季孔桥 可以在季孔桥上游到北边的季孔庙 这是季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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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孔桥 是季孔桥 季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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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桥 孔桥 这边就是一个荒谬 这边就是一个荒谬的荒谬 这边就是一个荒谬 这条白衣路前面往北边就是清华大学 这条白衣路是很长的 现在扩圈的非常好 边上都有绿化带 在我家住的附近有很多的商城 还有我相邻的地方有人民大学 理工大学 这是当代商城的广场歌 这是过街天桥 现在还有过去都有一些小商贩在这里摆卖东西 这就是人民大学 这边是人民大学 这是人民大学 然后这些社区里也是很美的 有很多各种奇花异草的 我很奇怪 当年我回去的时候 我看到这棵树上 我看到这棵树上 天哪 这个花怎么会长在树干上呢 很美啊 还有一些个美食街 我们可以跟朋友一起在这里享受美食 这是友谊宾馆 友谊宾馆当年是住苏联专家的地方 我住的就是跟他做 以他为邻 这些地方都是我居住熟悉的环境 也是我平常都是在这里活动的地方 非常方便 这里有地铁 是一个交通枢纽 那么我在这里度过了 那个自己年轻时代 这个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忆的往事 还有我放不下的亲朋好友 我在这个地方经常去的 就是最喜欢去的就是子竹院 子竹院公园是我最喜欢去的 也是北京人喜欢在那里 喜欢在那边锻炼身体 早晨晨练 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子竹院公园虽然不大 但是很精致 取静通幽 它相邻的是首都体育馆 国家图书馆 子竹院四季都是很美的 早晨很多种锻炼项目 夏季里头也是赏荷花的好地方 一年前我回到了家 我还特意到了子竹院这里 拍照了两个场景 一个是唱歌的一角 还有一个是赏荷花的一个视频 现在我请大家观赏 这是子竹院唱歌的一角 请不吝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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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到过凉 许多明长 静静地想地想 我开始嘴 我现在北京 前面是北京的清华大学 走遍了南北西东 今天来到国外 静静地想一想 我还是最想念的 我的北京 今天 我的远方的家 北京 就简单地展示在这 展示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魏军 谢谢曹老师给我的帮助 明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了 在此我祝大家 节日快乐 嗯 谢谢 方讲得非常棒 对 对的 你看你还紧张 你看讲这么美 真的是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特意如约而自 你做的 来看你这个 来看你这个 你做的非常好 你说你在清华大学拍照的时候 你那一刻是什么感想 我感到 知识就是力量 哈哈哈 必须要有知识 知识 我本来想问你的就是因为清华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就是 等于是世界的哈佛 人家说不会读 当然你是高级工程师 有的人说他就是在清华的土地走一下 也觉得自己很有知识 哈哈哈 真的非常好 我很有 北京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的气息很浓的环境下 对的 对的 人家做个研究 北京要六个月 六个月 一天不落 才能够全部看完 对啊 我现在是简单的给大家看看 因为时间关系 有的不能详细看 对 我好 我最后讲一句 下次期待的看曲小红老师 曲小红老师 做一个江苏 哎呀 江苏肯定你一做肯定 看这个一方已经树了个好榜样了 好了 我就讲到这儿 非常非常感谢 谢谢 我想问个问题怎么样 因为我看这个颐和园 北京这些公园 都是树 绿色的 没有花 在外国吗 花园就是有花 这是我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的话 新华大学是等于美国的MIT 不是哈佛 OK 因为它是理工科 那个哈佛是文科跟 律师跟那个医学 我想问一下 在北京 现在在北京不是有 那个人民大学 还有北大吗 他们特殊的那个专长是什么 比如说清华是专长是理工科 北大按照北大是不是搞政治啊 搞什么法律啊 搞医学院啊 我想问这一点 我觉得北大医学院还是 北大医学院还是 北大医学院还是 应该是有进入里边的吧 北大应该是文理 北大是文理 北大是文理 对是文理 OK 人民大学呢 人大我倒不是特别亲 人大好像是跟什么有关系啊 公共文字就广播啦 是不是 新闻新闻新闻 人大是文科管理科 人大是文科管理科 文科管理科 人大非常近 他在说是人大是经济类的 那么那么有没有交大 有啊 有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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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我比较远一点 交大是不是工科 交大工科 交大工科 交大是工科 他这个交大不有名 有名的是上海交大 我也听说如此 我离理工科 我离理工大学近 我的旁边就是理工大学 对了 上海还有一个叫做复旦大学 那个是干什么 复旦大学 那是文 那是文科了 文科类 OK 现在都是有点综合类大学了 不过专长 我讲是专长 只不过是专长 是复旦是文 是数学 是复旦大学是 是复旦大学是 数学 是数学 OK OK 对 因为我都 对 因为我都 清华大学我倒是很欣赏 不过清华大学我也感叹 为什么呢 清华大学是美国人 把根子 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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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给中国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中国人很笨 怎么一个国家 对抗八个国家 从来没有事情 头脑 头脑发热了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话 說美國人覺得讓中國人聰明一點 就捐錢給你 讓你們教育教育 你們教育學者是怎麼樣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對 是庚子批款的一部分建設的 一部分辦這個學校 一部分辦了醫院 還有一些孩子 協和醫院吧 協和醫院嘛 協和醫院嘛 對 Yeah 所有人都賠款 只有日本人沒有賠 還有一點那個醫和元是 英國的那個將軍叫做 Lord Elgin 在奧羅華有一個叫做 Elgin Hotel 就是取名於他 是他下命令燒掉醫和元 是英國的藝術 燒掉圓民園 燒掉圓民園 圓民園 對 Yeah Low the organ Done 北方是不是很少有花 可惜被燒掉了 Yeah 我看那個越南的那個照片很漂亮 我覺得拍攝的季節 季節有關係 比如圓民園吧 到了夏季也是賞和花的地方 很多的花 只是拍攝的季節不一樣 北京也很多花 北京也很多花 剛才我說的白衣路上 白衣路上的中間那個隔離帶 都是玫瑰花 月季花 非常漂亮 但是在某一個季節裡頭 它就開放的特別好 大概拍攝時間有關係 你看它拍的時候有的是冬天 有的是秋天 所以這個拍攝的季節 跟這個花是有關係的 所以它們有種花 我一直這麼問 有的 肯定是有的 可能沒有 它那個 好像是沒有加拿大多 沒有 花都很多 國內的花是品種也很多的 它那個 它展現的這幾個園呢 我實際上我都去過 都看過 嗯 蠻好的 但是呢 這個圓明園 我是八幾年去的時候 當時看的確實破敗的不得了 沒什麼那個東西 但我現在看看覺得 哎呀 還是蠻好的 現在有錢了 修整以後了 它修整了嘛 它我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對吧 他也沒有圍起來 也賣門票 就是隨意的你都可以進去看 對對對 某一是在西洋 它那個西洋樓的那個 它總共是三大圓組成的嘛 但是你要看那個西 西洋樓的那個地方 就是破壞的一塌糊塗 現在它還保留著這一塊 是吧 我看還圍起來了 它那個廢墟是圍起來 我們當時進去 專門就看了這個 哎呀 確實 不值得 看了就是 那個 雕刻的都很美啊 那個大理石看上去都很美的 但是都是破破壞壞的放來的 也實實 我想可能是 可能以後是因為是搞那個 Olympic的關係才把它搞好 搞那個奧運 也不是 後來就是保護起來休整 不管是奧運 在之前那個地區的開發和那個建設 都做得非常完美 比如剛才我們第一個站在那個 四面都通的那個橋上 前面的路就是東西的路是後來新建設的一個開發的一個四環路 很多研究所後來都搬走了 搬到了那個奧運村那邊去了 他不斷的改造建設 當然了那個圓民園最早的時候是非常荒涼 就像衛軍說的那樣沒有人管理 然後一片廢墟 而且如果不是一個人是不敢進去的 我有點覺得挺恐怖的 因為裡面很大很大 而且到處都是水啊什麼的 是的 他現在搞的確實是很美 過去我們國家窮了 沒錢 是不是是不是 生活要緊 是90年以後才開始開放了 這樣子 新融起來 現在一點點有錢了 就夠維護起來了 以前是求生 現在是要清山 有關係 尤其我們的地鐵很漂亮 就是專門讓我們的地鐵 真的裏邊修得非常漂亮 看了我們的地鐵再看我們這邊的地鐵都覺得沒法看了 不能比 而且地鐵不是那種可以都是封閉的 就不會掉下去 車來了以後就是有一個擋的門才打開 可以進去 對 最早還是從上海開始的 因為地鐵出了很多事故 有人 就 如果跳到了這個鐵櫃裡去 上海開始大回目的 需要隔離玻璃 現在地鐵都是隔離的 可是我們國家有錢了 可能就 每個地方都 對 國家也有錢了 可是剛開始地鐵都是賠錢的 現在還是賠錢 中國地鐵可能 上海地鐵可能不賠錢 中國高鐵現在還是賠錢 高鐵肯定是在賠錢 高鐵肯定是在賠錢 上海地鐵已經盈利了 上海地鐵你知道一天的客用量多少 上百萬人 多不止 北京的地鐵相信也是盈利的 因為北京的地鐵人上了人力 北京跟重慶 我早上去上班 尤其是一號線到天安門的那條線 太擠了 地鐵裡的人就像火災槓 你把火災盒子一樣 人機人的 擠到來都不動 這樣 現在也是 現在上海地鐵18條線 應該第15號地鐵也開通了 現在好多 不太擠了 只要不是那個上班下班時期的話 就應該好多了 分解了 像到浦東去 本來就一兩條地鐵 現在五六條地鐵 那就分解了 對 人力分解了 張一芳今天準備的相當的充分 而且這個時間把控的也很好 每一段每一段之間的連接也很好 不錯不錯 很好 為我們遠方的家開了一個好頭 謝謝一芳 我們下一個就是徐曉洪了 給我們展示的是江蘇省南京 南京也很美 對 加油 這位老爺是誰啊 這位老爺是誰 在旁邊哄哄著 葉子 她是微風不起浪啊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大家每一個人都有要的 談一談自己的家鄉 很好嗎 我覺得這個欄目開出來應該也還是受大家歡迎的 嗯 也希望大家都能跟我報個名下面接著 對吧 能把我們這個欄目 越辦越好 我跟妳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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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奧德華的時間 比住在台灣時間還要長 你說我 那妳去講奧德華唄 Thomas那妳去講奧德華唄 葉子講哪個葉子 我想的話 那讓那些住在奧德華的人 先有priority可以講 OK 他們是進水樓台 好像有人講 有人講 葉子就要講 奧德華是斑斑粒 斑斑粒給我們講 奧德華 因為奧德華在春天的時候 那個tulip flower很漂亮 玉金香 很漂亮 玉金香 玉金香 我下次 我下次 我下次跟妳們講 加拿大東部 非常漂亮 龍蝦 妳要講Hedifax是吧 對 那邊漂亮 那邊 好的我們給妳 妳為什麼不能講 講個別的呢 別的我跟妳說 藏龍臥湖 他們非常多 加拿大東部人 去的不多妳知道吧 這裡肯定 妳說我講上海 這裡肯定也有很多人 他也那個 就是其他家山亂 其他兄弟姐妹 我跟妳說 講個冷門的 對 好的 好的 妳就講 妳是講海洋三省嗎 可以啊 或者就是 講不完 妳像今天那個 像一方 她講很多的 我就給妳講一批 小島都夠妳 那個王子島的話 都夠妳講一下 好 妳去講講 講王子島 講王子島 沒去過王子島 但是徐小紅老師先講 我要聽江蘇 聽了江蘇在王子 有妳媽媽的景色 妳媽媽家鄉的景色 都在上面 我是也是 參考了好多這個東西 做成了 就給大家看 我抓緊時間 散了好多 來不及要不然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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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這兒看電影 坐在這兒看家鄉電影 誰要講上海呀 能不能介紹一點 那個上海的小籠包 怎麼做 上海的小籠包 上海的小籠包怎麼做 小籠包什麼地方都有啊 小籠包什麼地方都有啊 小籠包什麼地方都有 湯包 龍跑吧 龍什麼 龍跑什麼 城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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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就在城王廟 我就在城王廟住 城王廟現在都吃掉了 我們時間到了 不能講了 城王廟吃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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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